袁新月作为中国女排新周期的队长,进入到后朱婷时代,袁新月成为了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,毕竟在如今的中国女排队中,真正有丰富的奥运冠军经历的球员并不多,袁新月算是当打之年的核心球员,并且当初也是经历过里约奥运会夺冠经历的球员,所以说袁新月成为这支球队的队长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而袁新月也确实尽之尽责,担任球队队长以来渐入佳境。 其实对于一支球队来说,队长的作用是无人可以取代的,这是球队的精神领袖,是球队场上的战术核心,可以在场上呼喊队员提醒队友,完全不逊色于一个主教练的作用,所以说队长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是直接决定队伍发展高度的人物,所以说新周期的中国女排能够达到多么高的高度。 袁新月有着非常直接性的因素,大家也不希望袁新月在新周期出现任何意外状况。 袁新月出生于1996年,也已经27周岁,对于一名女排队员来说这个年纪不算年轻,甚至有不少女排队员来到这个年龄就已经接近于退役的边缘了,这个年龄段的队员伤病缠身。 大家也都担忧袁新月在这个时候会被伤病困扰,一旦这样的话,很可能会让袁新月面临着提前退役的风险。 新周期中国女排被大家寄予厚望,还肩负着冲击奖牌的重任,袁新月作为球队队长千万不能倒下。 与此同时,袁新月也要尽可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训练场和比赛场上,保持专注避免分心,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受伤的隐患,同时提升保持好自身的竞技状态。 这也有利于袁新月在新周期引领中国女排达到更高的高度,千万不要分心太多场外事件,尤其是一些商业活动。 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之所以小组赛没出现,就是因为奥运会之前广告一个接一个,很难有系统的对战训练时间。 而就在排超联赛激战震撼之际,袁新月却宣布了一个意外决定,他前往某方便面品牌直播工作,参加商业活动,这个决定无疑让人有些琢磨不透了。 毕竟袁新月联赛期间应该以比赛为主,专注训练和比赛,保持好状态,为新周期的崛起而努力,但是如今却没有能够做好专注,反倒是不断分心。 这很可能让袁新月联赛对战训练节奏打乱,不利于保持状态,这也让蔡斌颇感遗憾,中国女排也会因此新周期意外生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